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的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思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博文卫好 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不用说建设性留言了 这个,留建设性留言都好像迟些了 因为说错话 大家知道,现在暑假大批外国旅客 就飞到日本玩 因为日日跌至少,最近就好些 各大景点都是人 就连大阪垃圾场 好笑,大阪垃圾场都很多人 很多外国旅客 对于喜欢韩国文化的外国人 他们要去一个打卡盛地 就是东京新大九宝地区 大九宝是日本韩流文化的 叫做兴兴之地 被称为韩国成KPOP的追思族 的朝圣之地 不单是韩国人 其实也有很多中国人 还有其他国家的人都迁入 这里也成为了 日本外国人习散地之一 而最近多元文化地区发生了一宗 歧视中国人和韩国人的事件 这家位于大九宝的餐厅 近日就写明了 中国人与韩国人不得入内就餐 真是好惨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说到前面很过瘾 即使现在大家都叫多元化 要宽容待人 但我们不想违背良心工作 本店借着中国人和韩国人进入进餐 为什么违背良心 我不明白 我不明白 之后 这个店也在社交平台上说 这样做真的太痛快了 结果他就换来之后的不痛快 像陈文老师一石击起千重浪 那就糟糕了 其实凤凰卫视亦有 当地的记者访问了 记者去到那间餐厅不敢开 这么强烈的排他性 他不敢 我听南韩和大陆媒体说 这个排他性 我们之前也说过 就算引入移民 很难 因为日本的排他性 他也是 直跟在很多人心目中 不是全部 很多人心目中 所以你说引入移民 很难 但他不引入移民 亦都糟糕了 因为 日本最新的数字 就是 人口创有记录以来的最大跌幅 死不死 但是他的特殊国情 就是他排他性这么强的地方 你叫他很宽容 你看 就餐他也说不让你进入移民 他不会 他不是以宽容这种东西 是以排他 他表面上是挺有礼貌的 是的 但是你是否这么容易 扎根他社会 也很困难 他表面上是挺有礼貌 对你也挺好的 不过都看人 就是一时时的 当然了 一石的千重浪 这么强烈的排他文化 亦都直跟在很多 尤其是老一辈的 所以有部分日本人 是支持这间店家 凤凰卫视就派了记者去 他访问一个叔叔 他说对的 这个没错 后来 凤凰卫视的记者说的日语 很流利 他可能以为他日本人 就是说 这样不是歧视吗 问多两问 这个叔叔他开始缩 叔叔就缩 他说 不好意思 年纪大 老子不孝 老子坏了 所以不说了 拜拜 这样说 其实他是知道错 对吧 大卫sir 他知道错了 最初以为自己有访问他 因为他说的日语很流利 之后他就说死了 这样是不对的 对不起我走 他说这样是对的 这个就是我们文化 管什么文化 这间店 真是有人支持他 这间店有权地做 这个也是多元文化 他说这个也叫多元文化 这样歧视人也叫多元文化一种 我看明白邏輯是什么 是的 歧视不是多元文化 多元文化应该不包括种族歧视 多元文化 说明是多元 应该包容的 他说你应该包容一些不包容的人 这样才是多元的 亦有人说 可以不去理解别国文化 但也不能歧视人 这就是正常的 这个 你分什么非你即我 其实 和日本现在这么严峻 人口 这么严峻 越是这么严峻 去玩的人当然多 打工的人多 但是 你真是人口上海 你都要引进移民才行的 这个凤凰卫视的记者 他访问当地那些人 其实那里有很多韩国人 也有很多中国人 附近生活居住 原来有位 移民了日本几十年的人 说这间店的人 都是怪怪的 傻傻的 而且生意一向都很差 那会不会是 特意的呢 也有人说 不应该这样做 最搞笑的是有些日本当地的网红 有些YouTuber 想着 问一下他 采访一下他 也没有人出来应闻 是不是风头火势要闪一闪 当然 后来 最搞笑的是 被人不断狂轰 店家他哭 说我们才是受害者 蛤 你做了什么 令到你被人狂轰 受害者 原来店家大吐苦水 对入梅说我们才是受害者 因为有人来示威 影响了正常营业 这个不是应该你预想到的事吗 其实日本试过很多 有些餐厅试过很多单 原来 这次连日本人都 对他们不卖价 其实示威有很多日本人 也有唐人 翻出了这间店家的黑历市 指责他本身服务态度差 而且 因为那个区有很多韩国人居住 亦有很多韩国人就说 这个是 这个很少去 因为都知道它差了 原来有韩国的客人 就直接 被赶走了 是这样说的 是因为韩国人的身份 没有因为其他东西 他的老闆就说 这个韩国人 当然网上不知是真正的 他就说我呢 他就说我不用花钱 叫他直接赶走 什么呀 这个真好笑 这个真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这种行为 之前也发生过 记得以前小专某个浴场 也发生过借着外国人入内事件 而被判支付赔偿金 的确好像大九宝这些店 是拒绝韩国人和中国人入内 在日本有违法行为 但其实日本对于歧视的法律 就不是很严重 没错 有日本媒体责 其实他就是给右翼 一个出口位歧视人 你知右翼很排外 包括 这个是 被人拉低了安倍晋三 都要右翼 但他在位时就没有那么瘋 看回日本宪法第十四条 也规定全体 国民在法律面前一人人平得 不好意思 他说你都不是国民 一律的平等 不受人种信仰 性别 社会身份 以及门帝差别的对待 这个规定也适用于日本的 在日本的外国人 比如店家 以外国人为理由要求他离开 其实店家从表面上判断外国人 判断这个客人在外国人拒绝入内 以及在私人经营的公共浴场拒绝外国人 以没有日本国籍为理由拒绝 有些高以夫球 所以是这样的 都是种族歧视 违反了日本宪法第十四条 当然了 这家的家庭 其实他说现在做不到生意 其实日本也很多人都很正义 出去示威 对 对 大陆有没有一些小粉红出来 其实也没有 但是有些当地的日本的僑民就问 就是很想问一下为什么这样 但是他没有犯法 也没有任何过激行为 这个我觉得没问题 你就问一下 对吧 当然不用问 他不敢开 他不敢开 好吧 最后你都自找 其实之前还有一家 中华料理店 他的贴友禁止中国人进来 禁止韩国人进来 不当然了 店家还表示 中国人令我感到很嘔心 不过去年 这个真的够瘋了 这个真的够瘋了 我觉得 你这样 明显歧视 这样不行 对吧 当然这个店家 究竟之后会开 我相信他过一段时间开 但是当地的华人都说 其实生意慢慢地 会双头来呢 双头你现在反作用 我们做不到生意 不是一般的 对吧 这些东西当然 一句都不应该说 我们也说过 有些人移民了外国 就像人歧视人 其实你已经触犯了很多法律 对吧 看回共同事 也说 因为现在人口真的很大事 原来 疫后 入境的限制放宽 赴日的技能实习生 和留学生增加 外籍人口 成为了主要支撑 日本经济的重要劳动力 现在 这些很多的外籍人士 不单止是 消费 还是劳动力人口 因为始终 日本真的是一个 老龄化非常严重的国家 现在这个数字 是自从1968年有统计以来 是人口创纪录的 最大跌幅 厉害的 我是很悲观的 我觉得 现在最大跌幅 可能过多一段时间 又有更加大的 比现在更加严重的 再跌 你看回 气氛 排外 都是那句 我当你肯 放宽一些移民政策 我觉得也很难 第一 其实学英文的人 应该比英文的人多 而且你的 工钱也不是很吸引 是不是 不是很吸引 当然也有人去 但是如果去到欧美的人 应该就 很多 不是我说全部 都是挑选过度 因为始终 语言上 当然 吃那些 如果你是亚洲人 一般人就可以了 这个为什么呢 现在就说 为什么你们搞的 很可憐 你之前 放什么出来 你搞了什么 别人才搞你的 还有 他现在做的事在你面前 在你抱前 示威 他又没有违反任何法律 你就赶不到他 是吗 他也是问问你 问问你 有些日本本土的网红 都说 这又不对 都是想问你为什么 其实 他又不知道怎么回答 他回答的话 我歧视你 我恨你 这样你就犯了 真的不知道怎么收货 过段时间 过段时间 要是改头换面 这家很奇怪 他又不是卖日本本土的东西 他好像卖意大利粉 日式 这么奇怪 这么奇怪 也有 对 不知道 反正 有 卖什么都不可以歧视 卖什么都不可以 就是股票怪怪 好 这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